诗篇一共150篇 诗篇的目的是什么 赞美敬拜 祷告 以色列人第一次被录到巴米伦去 他们在外邦没有圣殿 也没有会堂 也没有圣经可读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有先至一夕节 开始收集经卷 怎么收集法 那没有啊 从巴米伦仓皇逃难逃出来 被人掳出来 哪有东西可以带经卷 那个时候不像我们这么一本小车子 要一卷羊皮写的书 一卷一卷的 都是你来 你能背得多少 都把背地再抄下来 他们这样才成全的 诗篇一百五十篇 是当初 大华为 和书一华为 其他的圣徒们 所写的 第一个 是他们灵命的感受 教导的诗国 诗篇收集来做什么 是教导人怎样的来形神的话语 大卫被扫罗追赶的时候 他逃到了非利市 逃掉的时候就回到一般的人中间 这般人是什么人呢 是欠债的 珍贝的 痛苦的人 他们是早今天是homeless 无家可归 是流浪 在世界的一般的人 这般人不学无始 保罗 大卫 也是为人 精明强干 又懂得苏林的事 又是音乐家 又是作曲家 又是弹琴 又是军事家 这么样的一个一表英俊的人才 同这般人在一起 但是既然这些跟随他了 他就要训练他们成为精兵 成为奎勇之人 将来他能有一天做网的时候 他们能扶持他 怎么教导他们 用识别 对了 野花的生命呢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义务所强 少张 世子 缓 确实人物 但敬畏野花的什么好处都不学 就是用诗篇来教导 所以这个叫做训回识 教导君王 怎样支离国家 即使学习 怎样带领人 那么在带领之下 才是怎样敬畏 敬拜神 敬虔 三个东西 诗篇叫我们怎样做人 做神的用人 做神所喜悦的人 叫我们看见 基督就在诗篇里边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你为什么力气我 诗篇里讲到 我可了 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基督 第十六页里边 所讲的 我们借助感谢诚如神 这一个树林的功课 请大家学习 记得 接受神的安排 感谢主持 接受神的安排 这个树林的功课 不容易学 我的学 别人也得学 所以这样 你一生的道路里 金钱的得 识 你会学到 一个树林的功课 不可贪财 财人人都要 钱人必须有 你没有钱 你怎么出去吃饭 你怎么买菜 一定要有 但是不可贪 贪是不应该有的 你把它拿过来 我再说一次 是你不应该有的 你把它拿过来 所以有人就用骗了 所以我听袁志明讲 他到大陆去 哇 样样都有骗子 他说样样都是假的 只有一样是真的 只有骗子是真的 人要学习感谢的功课 学习常常 感谢主 赞美主 你 第一是接受 第二是对神满足 神做事不会做错事 神也不是务实的神 神也不是虐待我们的神 你对神的认识不一样 这个顺利的功课要学习 人的身体 我现在经历了人生的路 和已经活到 按中国岁数是89岁 我青年时代 做下来一些写文章 一些写五小时写一万字 现在呢 写两千字要一个上五 因为身体力量开始 手也发抖了 你们要是要知道 一个人的结局 你一定要看 传道书第十二章 在你壮年的日子 当纪念你的创造主 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到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暗 雨后乌云再现的时候 那时 看守房子的发抖 强壮的弯腰 推磨的稀少 都停了宫 往窗外看的都昏暗了 当街的门口关闭 推磨的声音微弱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唱歌的歌声都低微 人怕高处 怕路上有惊吓 杏树开花 乍猛满山而行 催情果失效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哭丧的在街上游行 银链断掉 今晚破裂 瓶子在全旁破碎 打水的轮子在井边破烂 尘土要归回原来之地 灵要归回次灵的神 大家看见一幅图画没有 日头日亮开始变黑暗了 思想不灵光了 头脑差了 记忆力不像以前了 我感谢主 主还给我记忆力 所以我这是主的恩典 这是完全靠主的恩典做事 好 看守房屋的保战 于后云彩返回 记忆力没有了 第三节 看守房屋的保战 忧虑的起身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手怎么样 抖了 从窗户往外看 度昏暗 感谢主 现在有眼镜 鼓的时候有没有眼镜 没有眼镜 背内障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OK 接门关闭 推磨的洗澡 牙齿掉掉了 缺了一觉 人就起来 很容易醒 睡觉睡不沉了 郭昌的女子 也都摔悦 不能欣赏音乐 稍微吵 声音吵一点 就厌烦了 人爬高处 厉甩惊慌 今天你叫我爬山 我爬不动了 那么兴术开花 扎蒙成为重担 样样小事 变成重大的事 人说愿意的 废掉 你说要做的事情 做不到了 从前我跑马拉松 现在能跑吗 不能了 这幅图画 是给人看见 事前的经稿 所以在幼年的时代 做什么呢 先要纪念主 纪念主 怎么要纪念 常常呼求他的名字 呈现他的名字 大家懂得这个 这个意思 主教人的祷告 是以天赋的思维念 主教的祷告文 以够用为标准 没日需要的 第三原则方面 赦免标准在我们 免我的债 如同我免了人的债 赦免人罪 是根据谁来赦免 我们 我们肯不肯 得救是平恩典 走得上的道路 是不代价 要把你的面子拿下来 要你把那一口气 不要坚持下去 我不一定要这样 不 你要去爱别人 赦免别人 这是主教祷告的 那一种生活的内容 好 第四 原则上 不要给我们 给试探留地步 试探是从撒旦那里来的 从外边来的 但是是 情欲私营是勾引来的 要是我爱这个东西 我看这个商店的 这个 这个橱窗上摆的东西 对我一点没有应有 但有的人呢 看了再看 看了再看 没有的话就怎么办 顺手不为偷 常常人受试探 是自己给自己留地步 记得啊 不要为自己留地步 所以我们的祷告 要什么 先要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那么他的国是什么呢 就是神掌权权的地带 每一个人 都是 神的 耕种的一块田地 你的心田 灵魅力大陆的开始田 从心开始的 内心很要紧 从心里做出去 以色列人失败 追本求远 是心里面出来的问题 心不一致 在外边 行野花的道 在那时行什么 犯罪做我 拜偶像 所以这次一细结束 看见一下 证明说 外在和内在 不协调 内心和行为 不协调 你离边 规障 外边 规障 这就是 马太平第23章 耶稣基督 这辈 法利赛人的问题 所以为这个 缘故 我们的祷告 要付上代价 人活着不是单靠衣服 人活着不是单靠名誉 不是单靠地位 乃是靠神 口里说这句话 愿这句话 用在我们天天的道路上 这个叫做 灵命尽神 灵命的朝年 第二 我们要尽税 总要精醒 免得预料迷惑 怎么尽税呢 就是我们总要 有机会 有精神 有力量的时候 要尽入祷告 要灭向神的话 怎么样灭向神的话 先把那一节圣经背下来 学习背圣经 耶稣基督 在狂野里受试探的时候 他没有带着他的电脑 撒旦来说 这个圣经上说 好做事物啊 他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事物 那是靠神 口中 说说的一切的话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神明寄生 他寄下来的 他背下来的 耶稣基督 把圣经背下来 用背的圣经 翻覆思想 再讲一遍 因为神的话 再讲一遍 这个叫做祷告 这也叫做宣告 吹牙吉祭 第34章 5节到第8节 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下来 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 并且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 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一定要清除罪 追逃罪孽 自父 己子 至孙 直到三四代 摩西急蒙 俯首在地 敬拜 摩西 把两块石板摔碎之后 神叫他回到山上 重新地再做两块八板 神对摩西说 来 我们要一通宣告 把东西什么东西要宣告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 是耶和华 是满有恩典 怜悯的神 神把他写的 同摩西一通宣告 我们今天灵命 长进的人 带领别人 是活同神 一通宣告神的话 一个祷告 用神的话语 祷告是宣告神的话 发出宣告神的话 odore g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